此前我们介绍过YouTube就当KIMI爆料的4090升级版 可能叫做4090Ti或者泰坦 可没想到老黄还没官宣 就被今年春晚给抢先手发了 前一阵子还出现了几张所谓的原型卡泄露图 那大的都快是显卡集成主板了 所以具体都有哪些参数消息呢 赶紧随着给墙来了解一下吧 KIMI在这两天又给出了有关4090Ti的新参数 采用的是PG136139SKU310的版子设计 这些都是NVIDIA参考和公版版子的编号 换句话说就是RTX4090Ti将拥有与RTX4090相同的版子 根据KIMI的介绍 这张卡采用的是AD102-400A1芯片 拥有18176个颗大核心 比4090高了11% L2缓存为96MB 显存为24Gbps的224GB GDWX最大功耗和4090一样为600W 相较于此前它泄露的野兽Beast GPU保守了不少 作为对比 NVIDIA已经推出了RTX4090 有16384个颗大核心配备了72Gbps的L2缓存 搭载了224GB 21Gbps的GDWX显存 如果按照上面的参数对比 4090Ti大概能比4090强个10%到20% 前两天另一位硬件歇密者Mega偷偷放出了几张所谓RTX4090Ti 最与众不同的是其垂直放置的PCB设计 就是输出接口不是横着的而竖着的 和之前泄露的照片一起谣言基本吻合 而且散热器的颜色也是金色传说的金色 那这块卡很有可能就是泰坦了 但目前该卡应该还没有确认 或者说这位爆料者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卡 Kami还透露泰坦其实有三个风扇 两个传统和一个隐藏式的小风扇 正好显卡的IO口是垂直放置的 最后细心的网友也发现 显卡上的PCB版号为137 诶? 这与上面Kami爆料的最新4090Ti的PCB型号不符啊 但早在去年7月Kami还爆料了一张Mu is the Beast的GPU 其次还用的就是PG137 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 4090Ti和泰坦是存在的两个不同型号 前者使用的是PG136139 后者则是PG137 怪就怪这型号太多了 只能算是个猜测 反正可以确定的是 4090Ti或者说是泰坦 应该是准备了许久 估计一发就可以打掉一个航母羁群 这是VideoCuts收集书里的相关型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也仅供参考 主要是目前老黄也没有理由推出4090Ti 4090卖的就挺好的 把下面的窝龙凤厨这张价才是关键 那各位认为这张4090Ti起步价要多少钱呢 可以谈谈您的高见 4060等新卡其实也有消息 目前明显的上级上科集团 在欧亚经济委员会上 申请注册了电竞之星系列的最新型号 包括了RTX4060、4050和之前提及的RTX4070 一般来说厂商会在显卡零进发布时 在该网站进行注册 所以最有可能的发射窗口 就是年终的台北电脑展 并且在3月20日 英伟达还会参与线上举行的GTC技术大会 不知道老黄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关心显卡 除此之外 相信大家也很关心4060Ti的情况 根据KIMI在1月20日爆料的新消息来看 RTX4060Ti拥有4352个库大核心 8GB 18GBPS的GDL显存 32G的L2级缓存 160W的功耗 KIMI说 其性能可能就等于一个3070 别和我说等了这么久 就这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还不如早卖早享受呢 当然各位观众老爷们要清楚 这都是KIMI哥的小道消息 具体的规格还是需要等待官方公布 以上仅供参考 好了以上就是近期关于英伟达新卡的消息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动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XD客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再见